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260节 月侯陛下宣你上殿 说完扭身就走 一刻似乎都不想停留 马舟站起来想要和云叶一起进去 被云叶瞪了一眼又乖乖的坐了下来 不是他胆怯 而是他现在没资格上殿面军 进了朱雀门 杜如悔叹了一口气问云叶 哎 何至于此啊 我哪里知道啊 刚才我在家中抱着自己的孩儿逍遥快活呢 谁知道一个时辰之后 会坐在皇宫门前 逼迫陛下呀 论起怒气呀 云叶比他优深 你不知道 杜如悔一脸的惊讶 他原本以为云叶啊 想要在朝堂上找自己的位置 从而掀起了这场巨浪 为自己造势 这是官场上上进的不二法门呢 那你坐在那里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的把你弟子都带回去 莫名其妙 说的容易啊 如果能带回去 李氏 许静宗他们早就带回去了 用得着我出马吗 书院的学生和太学不一样 和洪文馆也不一样 书院讲究畅所欲言 百无禁忌 尽量的保留每个人的天生特质 现在一个个倔得像驴子 书院的先生们呢 都被他们捆在战车上了 动弹不得啊 明知是火坑 那也得跟着往里跳啊 我也是如此啊 现在呀 就希望陛下 把怒火都发泄在我身上 不要波及到他们 杜下 一会见了陛下 还请多美言几句啊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触罚我一个人就好了 杜如悔呢 也是刀山火海里 蹚过来的人呢 脾气火爆 听到云叶这番话 怒从心头起 一把揪住云叶的脖领子 恶狠狠的说 老房现在待在家里听餐 老夫也被骂成了鼠雀 你还要老夫替你求情 这世间 有这种便宜的事情 你自己放火 自己收拾 老夫不落井下石 已经是顾全了颜面 云叶黑黑一笑 拉着杜如鬼的衣袖说 哎 杜湘啊 你不求情 到时候 我就说这里边的大头目 就是杜眼 我鲁劝不听啊 这才被他们威胁 逼迫 弄到这个天地 杜如悔颤抖着手指 指着云叶说 无耻 无耻之有 老夫与你同仇为官 是为 平生之耻 看来陛下 要是准备处罚你 你也打算 拿魏王蜀王说事 是也不是 嘿嘿嘿嘿嘿嘿 杜湘高见 小子心里啊 就是这么想的 哎 不光是陛下 就是百官那个 不放过书院的学子 我也会 嘿嘿 拖他一起下水 至于小子嘛 这百十来斤 那就随你们处置了 只要你们平息怒火 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任何后果 都有我来承担 杜湘 你看如何呀 杜如悔 长叹了一口气 扶掉云叶 抓在他衣袖的手 瞅着云叶 认真的说 你做师长是合格的 那些学子 由你庇护 是他们的福分 老夫看在 你一片 爱护弟子的人心上 能说的一定说 你小心了 陛下非常的震怒 自己小心 一前一后的进了大殿 朝堂上的气氛 非常的压抑 百官坐在自己的垫子上 眼观鼻 鼻观心 如同老僧入定 外面的纷扰 似乎与他无关 李二坐在高高的寓座之上 通天观遮掩了面容 看不出喜怒 臣 云叶参见陛下 乖乖的趴下来请罪 这是罪臣的待遇 好好的 谁会去做磕头虫 李二黑黑的冷笑 向乌鸦在低空盘旋 哈哈哈 云叶 你好大的胆子 恃宠而骄 竟敢鼓动学子 静坐皇宫 向朕施压 以为朕 杀不得你这个 屈心叵测的臣子吗 云叶闭上眼睛 一言不发 这时候多说多错 只有等待李二的怒火 宣泄一下 才好求情 否则李二现在正在火头上 多说话只会坏事 朕对书院一向放纵 现在看来 恃宠而骄的不止你一个 整间书院都是如此 李刚 玉山 袁章 李时 许静宗 都是如此 朕可以建立书院 也可以关闭书院 这不行啊 好好的 怎么说起关书院的事了 自己几十万贯的银钱砸下去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凭什么你这个既得利益者 说关就关呢 这不是要老子的命吗 陛下 书院是大唐的书院 不是微臣的 如果说学子们现在聚众尽简 是逼迫底下 臣不敢沟通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吵啊 都是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呢 每一个人都期望大唐 延绵万载不绝 如果说有错 那么是方氏错了 不过微臣以为学生向校长阐明自己的主张 那还分什么时候吗 启禀陛下 云夜这是巧言令色 想要把逼宫的大罪轻描淡写的话去 陛下 微臣 请斩此 巧言令色之辈 李布侍郎 这时候出班起奏 他是红文馆的主教啊 早就对书院的兴旺 极度不满 红文馆已经两年没有招到资质过人的学生 这是在挖他的脚跟啊 一有机会 哪有不把云夜置于死地的道理呢 如果他只是说延长 说不定李二就会答应 在李二看来 云夜缺少管教 可以呢 给予长楚 杀掉云夜这个念头 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心里出现过 杜如辉 孔颖达 楚遂良 都暗暗的叹了口气 令狐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果然 坐在班首的李承田大怒 指着令狐说 只是一件小小的纠纷 学子们也不过是爱国心切 承许方式错了 作为先生 勒令他们改过可就是了 为何要提到在朝堂杀人呢 朝堂已经两年未闻杀戮之夜 如今要为一件小事 再开屠刀吗 陛下 儿臣以为令狐是公报私仇 有失大臣风范 请将此人逐出朝堂 以正朝纲 太子的话说得很重啊 令狐黯然的低下了头 不敢再和太子争辩 这后果太严重了 陛下 学子们心忧天下 所提出的建议 有理有据 我皇就暂时不能接纳这些建议 那为何就不能对他们宽容一些 微臣进宫之时 四面刀枪齐聚 稍有不慎就会流血 后果更加的堪淤啊 李二把暗戟上的万言书抛了下去 对云叶说 你看看 你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租庸调治 自行使以来 天下皆安 可以不论 仗着心中有几分才学 就敢藐视天下臣子 斥为蜀雀 心中可有一分对前辈的尊敬 你是个胆子大的 难道你在书院 就把朕的学子统统交成了 胆大妄为之辈 好一个偷梁换柱的李二啊 一句话就把自己和学生 放在同一立场 云叶被贴了出来 很明显的 这次惩罚的板子 云叶是休想逃脱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钻 学子胡为 罪在师长 云叶身为书院都办 罪无可恕 大理寺 酌情茶办 这就是说所有的黑锅 云叶一个人背了 李二就没给云叶把李太 李克推出来的机会 自己 宣召学子进玉花园 与校长联欢 云叶一个人孤零零的随大理寺卿 带周去大理寺领受责罚 带叔 小子身子虚弱 您看能不能少挨两棒子 带周笑眯眯的说 这次不搭板子 关禁壁 大理寺什么时候也学会这套了 也不关禁壁 带周的话说完 云叶的心就往下沉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啊 不搭板子 不关禁壁 就说明这件事比预料的要麻烦 云小子 你没觉得今日的朝堂 你过关过得有些轻松吗 除了令狐 满朝堂就没有一个大臣出来说话 你以为谁都害怕一个刚成年的太子吗 看着带周老狐狸一样的笑容 云叶就好像赤身裸体的站在冰雪中 一股寒意侵入了骨髓 的确呀 玩笑一样的交锋 和先前紧张的气氛十分的不协调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带周拍拍云叶的肩膀 接着说 你想错了 你以为书院和陛下串通了来陷害你 不是那么回事 你的弟子不错 那些老先生也不错 都想着瞒着你把这件事情揽下来 你就没有怀疑过给你云家送信的人 这么说 没有什么学子闹事 也没有什么亲身相对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陛下演的一场戏 老夫不知道 老夫只知道 陛下想看看 朝廷对书院的控制力 可能 见你过于投入 陛下就阻止了大臣们 继续往下进行这场戏的演出 你家的大剧院天天演戏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 对了 陛下让我告诉你这些的 还叫你呢 不要再轻易的相信别人 是陛下趁着书院的两极矛盾 被彻底爆发之前 先给捅了出来 这样呢 风波就会小了好多 也容易控制 不要小看你的书院 老夫就看你不明白 一群好好的先生 交出的弟子 一个个都是狼柴虎豹啊 再有十年 老夫一定要求告老还乡 这朝堂上啊 太危险咯 带咒捋着胡子 像是在自言自语 又像是在对云叶劝戒 这么说 不会有惩罚 也不会有谁遭殃 啊 可怜我书院的先生们 被自己的弟子利用而不自知 可悲 还是可叹呢 你错了 书院呢 的确是了不起 那些小小的人 能推波助澜 见风使舵 给朝堂上的百官一个下马威 这是你教育的结果 怎么 见到自己的努力 即将结满硕果 心头不喜 云叶独自一人出了大理寺 老庄还在皇宫门口 等待自己侯爷的出现 没心思理会这些琐事 满脑子一片混乱 一群还没有学会走路 就开始跑路的家伙 怪不得如此的齐心 前几天还在混乱不休 现在呢 就开始拧成一股神 叫朝廷索要自己才华 相匹配的位置呢 马舟就是用这个理由 说通了书院所有的高年级的学生 一步一步的利用情谊 把自己的师长 同学 带进了自己早就设好的陷阱 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现在恐怕依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吧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似乎自己没有教过他这样做吧 李刚也不会 书院里的其他先生更加的不可能 在他的心里 为了广大的穷苦百姓的利益 云叶 李刚这样的人用来做桥段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田赋论会成为经典 不管朝廷用不用 他都会成为经典 云叶坚信 李二会把这封策队留下来 作为自己日后思考土地改革的依据 大理寺门口站着一个人 青色衣袍极为整洁 头发也光可见人 头上没有戴帽子 只有一只金簪锁住了头发 见到云叶出来 躬身势力一言不发 陛下给了你什么官职啊 弟子受命入中书省 做利息官 不错 这才不枉你一番苦心呢 他日得随凌云治的时候 记住 做事不要如此操怯 秉绝人寰 会让你最后成为孤臣 这样一来 你一生一世都将注定孤身奋战 老师没有什么可以送你的 就送你一个拥抱吧 这或许是你离别人的心 最近的一次 云叶伸开双臂 马舟哽咽着抱住云叶 痛哭失声 云叶拍拍他的后背 在他的耳边说 做先生 就是要随时准备做人家的阶梯 我不介意做阶梯 但是请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说完呢 就松开了马舟 笑着朝他摆摆手 转向宫门 远远的听见马舟凄厉的喊了一嗓子 先生 而后就悄无声息 旺财是和马舟一起来的 他很聪明 知道带着旺财 云叶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或许感觉到云叶的心情不好 旺财伸出舌头 舔乱了云叶的头发 如果以前这样做呢 云叶会把旺财的毛发也弄得乱糟糟的 今天没心情 摸着旺财的长脸轻声说道 今日就不陪你玩了 被人家害惨了 没有心思呀 旺财 我有时候很想跑回荒原 就咱哥俩 抛开人世间所有的烦恼 自由自在的 好不好啊 无论云叶说什么 旺财都打着响鼻硬合着 四岁的公马 早就长得比云叶还高了 可他还是和小的时候一样 喜欢把头放在云叶的肩上 一人一马 趁着夕阳还在 步出了长安城 没打算骑着旺财走 就这样一步一挨的往家走 周围不知何时人多了起来 一个锦衣公子 大冬天着摇着折扇 走上前来 双手做工 云兄 一别惊年 我兄 别来无恙乎 老庄在宫门前等了许久 都没有等到云叶 眼看这天就要黑了 宫门都要关闭 这才发了急 自从太子成亲以后 侯爷 从不在宫中留宿 今儿是怎么了 参加御花园联欢的学子们 酒足饭饱之后 从侧门走了出来 老庄急忙抓住一个学子们 我家侯爷出来了没有啊 先生 被陛下遣到大理寺 据说和大理寺亲商议事情 他是直接从中书书去的 你该去大理寺看看 老庄骑上快马 快速的奔向了大理寺 身后的护卫也紧紧跟上 到了大理寺一问才知道 云叶早就走了 最后看见他 在和马周谈话 找见马周的时候 他正在一瘸一拐的 从专门治疗跌打损伤的铺子里出来 腿上全是血迹 马周 我家侯爷呢 先生和我分别后 就带着旺财出城去了 哦 我腿上的伤是我自己刺的 老庄没心情理会 他的伤是从哪来的 带着人又奔向了城门 好在城门还没有关严实 抛给关门的士族一包铜钱 立刻打马出城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随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